這邊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剛剛新梅姐說 台灣科技業嘛 對啊 我看你 後面好多零食喔 很多家事耶 對啊 這個是在鎮住現場機器的 就是這一包 嗨 乖乖 所有人都會擺 其實你只要去任何的什麼 辦公室 辦公室啦 工廠 演唱會空台啦 工廠機台啦 DJ台也會 DJ台也會 都會擺 音樂也有 對 都有 而且它還有出那個 台積電特別版 好像只要有機器的地方是不是 有機器大家就覺得 因為綠燈嘛 綠燈就表示 運作OK 但不能買錯喔 一定要買綠色的 綠色是 不能買五箱的是不是 你不能買 它是有黃色的 總共有幾個顏色 有黃色也有紅色的 所以千萬不要買到紅色或黃色的 紅色巧克力的 所以這個真的寧可信其有 有時候你一不擺就是故障 所以到處大家都會擺 其實我自己是蠻 本來是蠻科學的人 但你一遇到 你不得不迷信 真的 來 就是 為了求金雞過程曲折 而走上學佛之路 上次有稍微分享過嘛 就是我每天真的都會念佛經 我突然錄影錄到一半 然後就檢查它的包包 對 報告老師 然後它包包裡頭有一個小小本的 那我們歡迎 觀世音菩薩 好想要喔 怎麼觀世代 這是大配奏嗎 對啊 對啊 我就是隨身都會戴著 他說他就是 只要有空他就會念 對 然後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以前都是想說 我自己原本小時候就有點敏感體質 可是我就想說 我自己有點不太信 因為我雙子座又很TK 就覺得一半可能是自己想太多 然後一半就是反而我就尊重就好了 我也不會去冒犯 然後一直到去年的時候呢 我就 我朋友就帶我去求金雞 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金雞是什麼 我以為是個護身符 結果才知道說 求了之後 你是要回去供奉它的 然後我去求呢 就是知名的宮廟那邊求之後呢 就去到那邊南部 然後你要拔筊 拔六次 我一次中你就可以拿到了 那時候我就拔第六次的時候呢 那個筊就掉到地上嘛 本來應該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鷲筊這樣 然後就突然有一個人腳踩進來 那個筊就碰到他的腳 然後就變形筊 可能人家進來要撿他自己的那個筊 對對對 他腳剛好碰到你 我就想有了 我就求回去 我想說中了中了 然後回去就事業大順那種感覺 結果回去之後呢 我開始覺得很奇怪 我家明明就只有我 可是我就 常常晚上會覺得外面有人在走 然後有一天比較離奇 是我真的開始嚇到 覺得有問題的是說 有一天因為我有一個小陽台 我把經濟放在靠陽台的角落 一個落地窗 然後有一天我就醒來 想說外面怎麼一堆落葉 我有一個盆栽 然後我就要去掃 那個落葉就掃不起來 然後我就 很近的一看就想 這是死掉的蚯蚓 但是它不是只有死 一隻在那邊 它是排成一個扇狀 然後全部是往金雞那個方向 所以假的 它在吃 然後我就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可是我就嚇到了 然後那時候從 那時候開始我就開始覺得 每天都心神不寧 然後覺得睡覺都睡不好 覺得很奇怪 接下來我就接連發生了一起 很嚴重的車禍 在發生車禍處理那些和解的同時 我劇烈的頭痛 然後我去醫院檢查說 大腦的動脈瘤 然後同時我工作也發生了一點 很辛苦的狀況 有點身體有點負荷不了 所以去年的前半年 我是過得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在那個時候 發生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就是有點身心靈都很 就是承受不了 我突然想到我前年有一天 我就在家裡沒幹嘛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有人 傳簡訊到我腦袋裡那種感覺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 它說你要修行喔 不然你會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情 可是那時候我就忽略它 我把它當作那種 很像銀行保險的那種簡訊 就把它忽略了 可是沒想到就真的 在去年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我覺得 我不會去怪說是經濟啦 或者是我怎麼樣 我就覺得真的遇到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有朋友介紹我到 去找一個老師 我一走進去 他是一個 他其實是住家 他其實不太 很少在看陌生人或怎麼樣 就是他是朋友的朋友 介紹的 那所以他有自己的工作 他只是因為朋友介紹 所以有看 然後我去到他家的時候 就是他家的頂樓 然後我一走進去 一走進去我就 黃哭 我什麼都沒有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眼淚一直流 我就想說當年我如果演哭戲 可以這樣子就好了 當年演哭戲都哭不出來 就一去那裡 哇 眼淚一直流一直流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來你先跟那個樓主拜拜 然後拜拜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欸 你很辛苦喔 就是你真的經歷了很多 發生很多 他就跟我講了我以前的事情 我什麼都沒有講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他跟我講我以前的事情 講我這陣子發生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我要怎麼去面對它 所以那個時候 他講了很多這個狀況跟事情的時候 我就 他還跟我講天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講天譽 我就用天譽回他了 很神奇 然後我現在要講我也講不出來 所以可是天譽就是 如果你有信道教的朋友 就會知道說 有時候有一些跟神明溝通的方式 然後他會知道你很多人生發生的事情 那我是一個真的 那你們兩個人互相可以講 旁邊人聽不懂 旁邊人如果是他的徒弟就聽得懂 然後如果是旁邊的 有一些路人的話就聽不懂 所以那個時候 這件事做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你要休息 那時候我以為我要去當黨衣 後來他就說不是 你就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修行 能夠布施就多布施 其實就這麼簡單 然後後來我就大概去了三四次之後 每一次去我的狀況都越來越好 然後開始每天慢慢做這件事情之後 開始就覺得好像 原本我看到我家那個經濟我會怕 但是我開始念佛念經之後 我突然有很強的感應 覺得說我不怕了 因為我知道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身邊有一些 冤親債主來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念佛度他們 就不是像鬼滅之刃演的 像哇 砍喔 把鬼殺死這種的 我以前都以為是這樣 那個僵尸片看太多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很持續這樣 一直到直到今天 我都每天很認真的吃在念佛 然後就 我覺得就整個狀態有真的 順了很多 來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經濟 現在他被我放在我的層架上面 對 然後我自己有弄了一個小小 這個就是經濟本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來說是你自己有感應 然後寧可信其有 我覺得現在跟他的緣分就蠻好的 就是他有在幫我 然後我也是在幫他 那有一天也許他就去成佛了 這個經濟就變成他只是一個裝飾品 所以我現在有這個感應 然後我自己 我沒有特別弄什麼佛像什麼 可是我自己有時候去宿廟走 看到我很喜歡的佛卡 漂亮亮的我自己就會拿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段過程當中 對我來說是蠻 習慣的旅程 就一直到去年大概11月 就我剛剛講的 這所有所有事情都陸續告一段落 然後也都很圓滿的完成之後 我就還是有持續的吃在念佛 我就覺得說 整個人變得比較平靜 那腦袋的中流呢 後來也很幸運 就原本醫生在檢查的時候說 應該蠻嚴重的 可是後來我做了很精密的檢查 又住院 然後又檢查很久 他說現在最好的狀況就是 你每天過得開開心心就好了 他說你就是因為壓力太大 你就是因為生活不正常 然後他那個不可逆的 我就覺得那個是我人稱的第二次機會 就是你如果繼續在很執著在心 也做不到的事情 你又想求這個求那個 然後又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你要一直糾結下去的話 他就是不可能還會繼續變大 可是如果你很放鬆 很開心的生活 很健康的生活 那他就維持著就好 你就跟他和平共處 所以後來這個對我自己來說 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講說沒關係 如果檢查的結果出來是不好的 那我就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檢查出來結果是好的 那我更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為這個終於是我第二次機會了 所以很多人就看我出來說 你怎麼出來之後好像變很不一樣 其實他們就不知道說 其實我在這段過程當中經歷了這些 那我真的不是很TK的人 因為我中間還是會一度懷疑說 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我身心靈太脆弱 我才去相信這個老師 但是有時候我是真的走在路上 會突然感應到一些神佛的簡訊 他們傳簡訊給我 可是我有點不太確定他要講什麼 大概感覺到他要講什麼 通常大概在過兩三分鐘之後 那個老師就會打給我 就會說 欸 你是不是那個啊 他說那個王母娘說你要回來拜拜 然後因為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你不得不信了 你就是因為那個是我自己走在路上 我很強的感應 因為那很強的感應來之後 你有時候會想哭 所以很強的感應來之後 我知道說我有一些任務要做 可能未來的幾年之後 我可能要幫忙什麼事情 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相信不管什麼宗教 都有一些些 如果以天主教來講的話 天使 你們是天使 因為上帝會派每一個人的任務 你們其實都有任務的 然後要幫我們這些漁民們 漁父們解決一些事情 這是你的任務 那我比較不懂的就是說 所以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不要 隨便去廟裡拿東西回家嗎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宗教 不管是什麼方式 我覺得如果你很相信有一個信念 不管是經濟或者是某一個東西 你覺得那個東西對你有幫助 我覺得就去做沒關係 可是不要變成非得做這個 因為有的人會被制約 你只要有相信 然後你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帶給你保佑 那有緣分的話 我覺得就都會是蠻好的一個方式